哈囉各位大家好我是Ruck 那各位都看到什麼雕題了 沒錯 雕題是什麼東西 那各位都看到我們的標題就知道 我們今天又要來開箱專輯的 是的 而且我這時候也直接開門見三 把箱子都放在這邊 喔對 還有最近現在是新年期間啦 所以我今天跟各位說一句 新年快樂 啊這最近沒有什麼錢啦 紅包拿來 呵呵呵 那 嗯沒錯 他釋出了他的最新的專輯 1月22號他就已經是上次了 然後他的MV還在MTV上面播出 最近這幾天我真的超嗨 沒錯 所以我已經期待很久了 我相信所有他的 粉絲應該對李晶一樣期待很久了 至少我是從YouLessMe 就開始期待到現在了 那沒錯 這次只是一個 一般的開箱了 那 之前他的其他專輯的開箱 記得去右上角看一下資訊卡 雜七雜八開箱影片跟 無所不曉第二季都可以看得到 B站的觀眾記得就是去 我的頻道裡面 收藏裡面 有一個收藏夾 是無所不曉第二季的全系列 那第三集的話就是 他其他專輯的開箱啊 對 那這次我要來開箱的就是 他的第二張正規專輯 然後我還有在想說 我到底要訂日壓的還是要訂台壓的 因為日壓才會有 就是有藍光版的 那畫質會比較好 那台壓能夠到哪裡去 最多一定只能到DVD啊 結果等到當天那個資料出來的時候 他竟然說會付2020年的月曆 拜託那個可是要當初 好像是2019年11月還是12月嘛 就是反正就是 在那個消息剛釋出的時候 就一定要預購才會有的那種 最後我就折裝了 訂了最廉價的台壓盤 哈哈哈哈 好啦 那既然大家都知道我要開箱什麼 就不要賣那麼多關子了 我們趕快進行拆箱上做吧 好啦 我們不管了 這就是 第二張正規專輯金字塔啊 OK 欸他這個原來是捆在一起的喔 他是專輯跟月曆放在一起的 而且月曆的大小不過想的還要小 OK 呃 這個畫質可以給我捆一遍 OK 那外面還有一個膜 他這次沒有什麼貼紙或是什麼 那我應該就可以以 呃 溫柔的打開它了 呵 喔 療癒 療癒 療 可是 你不要卡住 療癒 欸 收好療癒感啊 好 我們先把這個 特點的月曆拿出來好 他是 欸 他是 好像是一張一張的 欸 好 他跟我想的不太一樣欸 他是 喔 這樣的 他是一張一張的啦 那一樣是因為有版權的關係啊 我就給大家看封面就好了齁 反正他 很奇怪就是他竟然不是貼合那種 他是四張卡片 OK 那 特點看完了 我們來看專輯本體 欸 是說 這次的店鋪特點 其實老實講還蠻多的 那 為什麼我這次選擇抬壓盤呢 我沒有任何一個特別想要的特點 蛤 你說這句話聽起來怪怪的 沒錯 我們反過來看他的意思就是 我全都要 OK 那這個是 他這次的專輯一樣是做直的齁 就跟幾十五九差不多 可是他這次沒有什麼 寫生書或是什麼東西 所以他就 比較 東西比較少這樣 然後 呃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是他的 這算背標嗎 給他放在下面 這叫什麼 底標 好 OK 那再來我們來看就是這個 專輯本體 那專輯本體的話呢 他的 裡面的 封面跟 外面外盒有一點不太一樣 那其實只有眼神不一樣 那背面就是他的曲目 那他 欸 等一下 他這次並沒有寫出 DVD裡面包含的內容 他只有寫十一首歌的列標而已 喔 然後最後一首玩LDK 是他的 先行曲也是主打歌 那 那個時候出來的時候 其實 我非常期待這張 因為那個時候好像已經接近 專輯發售是不是這樣 那 我們就趕快來看 專輯本體吧 那 啊 他的 DVD的內容寫在背面啦 真奇怪 喔 等一下 他這樣會反射耶 這個黑色光還真不好 好啦 那 呃 我們賣了這麼多觀眾 我們來看這裡面有什麼 然後 喔 這個是 一樣是 翻譯歌詞啦 對 一樣是 翻譯的歌詞 這應該是 每一首歌的那個 喂 怎麼拿不開啊 每一首歌的中文歌詞版 那 都是他們翻譯的 只是 我不確定他們翻得不OK啦 因為講真的我不懂日文 所以隨便參考就看就用好了 OK 中文歌詞我們先放一邊 我們先來看 CD的本體 這個是CD 等一下我把它轉正一下 好 然後一樣反過來是DVD 好 然後一樣反過來是DVD 那DVD的話 呃 台壓跟日壓唯一不一樣的地方 就只有他的 為什麼那麼緊啊 他的唯一不一樣的地方 應該就只有他的DVD區碼不一樣 台壓是三區 因為要配合台灣地區使用 日壓是二區 那你們看到這DVD的顏色是黑的嗎 那其實 Blu-ray的版本的話就是 沒接觸好像是藍的還是什麼 就是 顏色有區分啦 顏色比較顯眼這樣子 OK那 最後這底部 這應該是 封面上會拿的那顆心臟啊 那 對 我們來看一下歌詞本好了 我還沒看到他的實體 欸等一下 欸 在這邊有一張 這個是什麼 哦 這應該是 跟那個 通常版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因為他是 有特點的資料在這裡面這樣子 然後他裡面有一些 stuff 這應該不是歌詞本的本體啊 我們來看歌詞本嗎 OK那 給大家看一下他的 風底是這樣 這背後這個是什麼東西啊 我有點看不出來 哦 這裡就是 那個 日文的原本的歌詞 他的設計感覺跟上一張專輯很像 一樣是有一些其他照片 然後那個 的歌詞之上 現在只不過都跑來跑去 了 因為我那時候在開箱的時候 有沒有講 欸差不多是這樣啊 那 沒想到這次 Kinzy Dog的東西 比我想了還要再少啊 其實他們還有出一個 Fan Club盤 那 我有看到Twitter上面 好多人都已經提了Fan Club盤的樣子 哦 真的很想要 它裡面還有一些其他特點啊 就是 好像有一個 立牌是什麼東西的 但是 這些出回AB盤什麼的 都不會有 好想要啊 只是它超貴的 而且我也不是社員 哦對另外 這次就是 它的DVD裡面 有收錄 輕功 upgrade的 演唱會六首歌的印象 所以現在 Ledle Jodo 已經在頻道上面 已經可以看了 那大家可以去稍微 試看一下 但是東西一樣啊 感覺 我感覺 我感覺這次好像 比之前的 的專輯的東西 都還要少的樣子 呃 除了Sigma之外 Sigma感覺是最少的 OK 那我們今天的開箱 就到這邊結束 那 呃 這應該是這張專輯的 全網第一個開箱齁 因為至少我還沒有看到其他開箱 有沒有開箱的影片 那 如果你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們喜歡還有訂閱 如果你是B站的觀眾記得給我們三連 那 我是Rock 我們下次再見吧 等一下 把日曆拿出來 欸 月曆才對 月曆才對 Adiós